新的一年,你是不是也想学一首新的外语歌呢? 在法国的巴黎,受到银河之声邀请的小天使合唱团的孩子们已经开始了排练。 法国小天使合唱团,也叫巴黎南童合唱团,成立于1906年,到今年已经有111年的历史。 是世界三大同声合唱团之一。 虽然已经是世界顶级的少儿合唱团,但对他们来说,仅仅是汉语发声就已经十分困难了。 尽管只是小样,但合唱团的负责人并不肯降低要求。 即使只是给导演组听听效果,他还是希望孩子们能拿出最好的状态。 相比这些需要重新学习汉语的法国孩子们,挪威、贝尔根青年爱乐乐团的乐手们却轻松了不少。 挪威、贝尔根青年爱乐乐团已经有250年的历史。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乐团之一,茉莉花中浓郁的中国味道,或许才是最难演绎的。 无论如何,这首由三个国家的孩子们重新演绎的作品,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惊喜。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乐团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乐团之一,茉莉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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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一。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乐团之一,茉莉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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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一。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乐团之一,茉莉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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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一。 茉莉花之一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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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茉莉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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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